2005年启动的中澳自贸谈判落下帷幕 6月17日双方正式签署自贸协定 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出席签字仪式 同中国商务部部长一起见证了 被媒体称为两国十年模一件的这一经贸成果 高虎成在签字仪式上说 中澳自贸协议正在或者已经实现了 作为一个全面高质量和利益平衡协议的目标 在中国从其他经济体签署的自贸协议中 这份协议的自由度最高 协议的签署将为我们推进双边贸易与投资 提供一个更加开放更加方便的管理机制 报道说中澳自贸协定涵盖货物服务投资等十几个领域 在货物领域方面双方各有占出口贸易额 85.4%的产品将在协议生效时立即实现零关税 减税过渡期后 澳大利亚最终将实现零关税的税务比例和贸易额比例将达到百分之百 中国实现零关税的项目比例和贸易额比例将分别达到百分之九十六点八和百分之九十七 大概超过一般自贸协议中百分之九十的降税水平 澳大利亚总理阿波特在仪式上称赞两国谈判人员的共同努力 他说 你们的努力为我们两国创造了历史 此举将进一步推进两国的进步 推进我们所在地区的发展 并且使整个世界更加美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阿波特当天就两国正式签署自贸协定 护制贺信 不过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日前开始细数澳大利亚的得失 并说反对自贸协定的团体认为 这场交易后澳大利亚的情况会更加糟糕 据报道 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蔗糖 大米 小麦 羊毛 玉米 不享受关税减免 工程项目超过一定金额的中国投资者 可以不经澳大利亚当地市场承受能力的检验 自行带入中国籍临时劳工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